Hello 大家好 我是沙炮 这个影片会说一下李佳琛露出小蚊腰眼前一亮 但我会说两代的性感女神是不用脱衣都可以性感的 话说最近这个文章说女神李佳琛深受无数香港人的外戴 当然不只是外表,她的内心和性格都很喜欢 Ali除了是一名女神之外,她也经常在社交网站发放正能量 我想在这个疫症期间最需要是这些人,所以你们喜欢我是不是? 然后令到情绪低落的人都是正面的思维 最近香港正面临第五波疫情挑战每日确诊的人数持续高期 香港人在防疫方面要做到足够,避免受感染 因此令到不少人有抗疫疲劳 昨天8号,Ali在IG上贴出两张照片 側身躺在地上的照片写着 不一定要坚强,但需要对抗趋弱的勇气 有网友就立刻留言 在疫情期间,即使自己变得脆弱 Ali就留言为她打气,会好的 其实你说她这么红 红到这么多粉丝都会留言 证明她个人有心 虽然你们的留言 我不是每一条都留言 有时按like 希望你们体谅 我还未红到虚车感 红到虚车感 未必一定是自己回覆的 可能有请人回覆的 你明白吗? 哎,真是的 然后另一个焦点 她一直以阿并不是走这个性感路线的人 很少会看到她发布一些性感照片 这次的照片之中 Ali就罕有露出她小盲腰 令人眼前一亮的网友更加写着 很难得的小性感 说起性感我当然找回 以前上一代八九十年代一位 性感女性 其实在那个年代 性感和女人味是不是挂钩的? 问问大家 男网友和女网友 不妨可以留言告诉我 你们对性感有什么看法 话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哪些性感女神 例如瘟壁霞 跌薄 叶子薇 她也不止性感 真是的 哈哈哈哈 真的很好笑 还想起那个和徐感光 在那个水池 还是什么 是古代的电影 但是真是缘浮 哈哈哈哈 好笑 我忘了那部电影是什么名字 看得太多了 她说 不单 我怕 幸好我还没关上眼睛 会沉 好了 叶玉卿也是性感 神经无数的粉丝 为之谈到的 有一位女神 烈焰红顺 特别是令人难忘的 就是吴嘉莉 吴嘉莉在香港的女星之中 是公认为最有女人味的女人 尤其是她的性感红顺 在微风飘过受发的瞬间 多么的万种风情 有哪个男人不会回头呢 这个报道是这么说的 但是你说 都会忙 我想我也会忙 会好奇 未必 但是我也是喜欢陈慧珊 我也喜欢专业人士 他说 女人有一张性感的红顺 就是可以令到男人心动 发宝 是不是呢 红顺一样东西的话 视乎你的唇纹很重要 因为唇纹会直接 令到人想起你究竟多少岁 你的嘴唇太干了 甚至乎有爆刹 流血那种 如果别人想想 我马上有画面 我马上有画面 不好意思 接着他说 吴嘉麗天生就是这样的优势 他千年不变的长发 配上无美的眼神 绝对是标准 都市式的性感女人的模样 看他很多电影 都是以一头的长发造型 他做个角色 但多数不是 我想是年轻的时候 多数是妓女或情婦 造型是性感 气质动人 按照电影的角色类型来说 他的电影里属于花瓶 只是增加艳丽的色彩 花瓶有很多种 李嘉欣也是花瓶 关之林也是花瓶 他们不是很考虑演技的 但吴嘉麗的角色很多都很考虑演技 良心如铁 他是一个有演技的严厉美美女 他年轻的时候深受真似 和赵瓦之主演的上海滩影响 所以他梦想自己很想做明星 以我所记得有人说他在华库邨 80年代正是一个造型时代 特别是以TVB代表的电视台 当年是有威过来的 他每一年都举办艺员训练班 只要考入艺员训练班 就会有机会参与电视 甚至电影成为明星 就像周润发、吴曼达、王日华、刘德华、周星馳 吴君渝初出道的时候都是猪牌一件 但是现在年纪越大 越成熟越有韻味 我都很喜欢他的外形 觉得吴君渝挺帅的 很stylish 还有刘嘉玲等等的巨星 都是出自电视台的艺员训练班 在上海滩大街小巷第二年 那时候是1981年 他参加了这个无线的艺员训练班 那一届学员 跟他成为的日后有巨星刘德华 还有梁家辉和徐錦江等等的大明星 虽然他自己的声音都是清丽动人 但是一开始几年间 TVB没有给他很多特别的 即是重要的角色 直到1987年 他参演了这个电影《龙虎风云》的时候 男主角就是周润发 当时饰演他是戀人的 并且开始走红 之后吴嘉玲的风格开始变化 表示以后的气露都会更加大胆 虽然大胆 但在香港数一数二 你性感得来就没有脱 就算是温碧霞也做过一些三级片 但是吴嘉玲也算很稠身时外 他说 等会告诉你 他说正当时开放 然后在演艺事业 就走到一个很辉煌的时期 要有些位置要括出去 以前我拍的影片,我也是不看外表的 又不會大笑、喪笑、瘋狂的 但有時你習慣到某些位置 始終有一個位置要括出去,才會有一個突破 但你們不要期望我會行性感在小生那裏 不是這樣就突破了 我怕很多人吃不下飯 1990年,吳嘉麗憑著和劉德華主演的《網忠情》 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提名 1992年周星馳最紅時和星爺有機會合作過 作為審死官,飾演楊秀珍 一個蒙獸千古其冤的寡婦 在片中是女兒,即是Right After這個梅姐 1993年他飾演瘋月片《狼心如鐵》 獲得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女主角 終於實至名歸了 因為他真的有演技 十年磨你一把劍,終於實力豐厚 成功是非偶然的 進入新世紀以後,他已經淡出娛樂圈 他幾年又重新出來拍戲,但人氣已經被小鮮肉 明星已經搶了風頭,不夠來了 現在他已經59歲了,快要錄張 仍然單身,沒有子女 不知為何這麼漂亮的女人 但又得不到真愛 其實不是的 先選擇 如果你有要求 你當然會經常單身 如果你沒有要求,要找拖拍 多麼容易 這些都是面那一陣 或者他的幸福不為愛人所到 他已經準備踏入老人的行列 現在他經常出現商演活動 仍然是楚楚動人的樣子 有些網友說即使他到60歲 仍然是肯等他 看來他這種女人味可以迷著男人的心很多 現在他仍然是想過足氣隱 其實前一兩年我見過在ViuTV 跟胡幸兒拍一套劇 當時他五道問都很吸引 比起阿錦樣好像更吸引 更多享受自己的生活 因為他已經習慣了自己一個人 所以在這裏也覺得這些 雖然是五十幾歲 快要六十歲了 亦都是上一個世紀的女性 但是拍了李佳琛 各有各漂亮的 你們說 留言告訴我 好,我現在準備下一條影片 就是今晚的直播 十點半見大家 多謝 嗚呼